我們看這題目 設坐標空間中有一個金字塔形狀的立體圖形 其中每個能長都相等 底面ABCD落在XY平面上 其中A領坐標是200 C領坐標是020 D領坐標是000 且E點在XY平面上方 是求下列各小題 首先我們看D小題 我們要求A點到平面VC的距離 那麼首先呢 我們在這裡要求E點坐標 我們過E點 對XY平面做垂線下來 那假設 跟它的焦點 這點呢是F點 這時候我們去取 AD線段的 中點 假設是M點 那我們做MF線段 那這時候 這是直角 接著呢 我們再連接 這1M線段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椅子條件 根據這椅子條件 我們得知 正能長呢是2 所以這時候 DM線段長是1 那麼M點的坐標 可以寫一下M點坐標 可以寫一下M點坐標 這時候呢是100 那麼F點 這裡是1 那因為呢MF線段 與CD線段是平行的 所以呢 所以呢這段長度 這時候是CD線段長度的一半 所以這長度是1 那F點的坐標 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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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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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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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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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再做 V1向量 那麼這是用1點坐標 減V點坐標 所以呢 這是1減2 這是-1 那這是1減2 這是-1 然後這根號2減0 這是根號2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利用這兩向量 我們來求 這VC向量 與 V1向量的 外積 那麼這X分量的部分呢 這是取航列是0-1 0-2 那Y分量的部分 這是0-2 然後-2-1 然後Z分量 這是取航列4 這是-2-1 然後0-1 那這裡我們算出 這是0 然後這是0乘以-1 減掉-2 減掉-2 乘以-2 這是2 更號2 然後這裡呢 是-2乘以-1 減掉0乘以-1 那麼我們得到這2 這時候呢 這個向量 會跟 這兩個向量 都是垂直的 那麼我們取 這個簡單整數比 我們取 這是N向量 這是0 好 簡單整數比呢 我們是除以-2 所以這裡是 2 那這裡是1 那麼以這個向量 來當作 這平面BCE 它的法向量 所以呢 我們說N向量 為 這平面 BCE 是法向量 那麼我們就可以去算 這平面BCE 的 方程式 那麼 法向量 是0 更號2 1 那麼又通過B點 所以呢 我們可以直接 計算 這方程式 為 我們經過計算 可以算出 這個是 根號2 y 然後 加 z 然後 減 2 根號2 這是等於0 所以呢 我們算出 這平面 BCE 做個記號 這平面 BCE 它的 平面方程式 為 根號2 y 加 z 減2 根號2 等於0 1 那麼這時候我們要求 A點 到這個平面的距離 那我們利用 點到平面 距離公式 我們就可以直接寫一下 寫到這裡來 這距離為 分母呢 是 根號 這是0的平方 加 根號2 取平方 加1 取平方 所以呢 我們這裡就直接寫 這是0 加2 加1 分支 這裡呢 是取 絕對值 然後 以A點 坐標 代入 平面方程式的 這個部分 所以代入的時候呢 這是 2 乘以0 這是0 然後 根號2 乘以0 加 這是0 所以呢 這不見了 那這裡會得到 我們還是寫一下好了 這0 加0 加0 然後 減2 根號2 取絕對值 所以呢 分母的部分 我們得到 這是 根號3 那 分子的部分呢 這是 -2 根號2 取絕對值 所以呢 這是2 根號2 所以這時候 我們分子分母 同乘以 根號3 那我們就算出 這答案是 3分之2 根號6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我們要求D點到V直線的距離 那麼在這裡我們可以去連接這VD線段 好 那麼因為 這三小型 A BD 這直角三小型 那兩股長呢 都是2 所以這是斜邊長 我們可以算出 這是2 根號2 那這時候我們看 三小型 BD1 好 好 那麼 這時候呢 這長度是2 這長度也是2 所以呢 我們直接得知 這是一個直角三小型 那 D1線段 跟 B線段 是互相垂直 所以我們直接得知 這D點到V直線的距離 也就是所求 這等於 D1線段長 所以直接回答 這答案是2 是一個答案